我们大家都修净土 修净土何必要这样重视十三一道 注意看看 观无量是佛经 佛给我们讲修学的基础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里头一条 孝养父母奉仕师长 慈心不傻修实善业 实善业就是直立不净 孝亲尊师 慈心落实在十善业道 没有十善业道 你前头都做不到了 你不孝 不敬 没有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是对一切众生 无私无无的耐心 把十善业道做出来 给大家看了 让他在见闻觉知里面有所起悟 觉悟他才回头 不觉悟是不会回头的 所以世尊这么重视 有这个基础才能够修净土 净土是大惩罚 但是我们其他的没有 只有这么一条 念佛能够往生凡胜通去土 是敬业三福居足这一条 少分 我们修这个法门能成就完 如果再能修足第二条 受持三规 修足重界不犯威胁 这个三条你能够 这个三句话你能做到 你念佛往生方便有许土 如果再把第三条也做到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你往生的是十报装严土 修行的根基在此地 无量寿经里面 关于十山讲的也很多 三倍往生 就居足十山法 我们怎么能够促活呢 尽忠的同学 我们的高末课中早课选读的是四十八月 晚课选读的是三十二到三十七篇 内容是什么呢 这里面讲的详细了 这里面讲的详细了 每一天做晚课 用它来反省 减点 佛教给我做的 我有没有做 佛不许可我们做的 我有没有犯 这样做晚课就有功德了 不是早晚课念一遍给佛菩萨听 那有罪过 什么罪过呢 欺骗佛菩萨 早晨在佛像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你的罪过不落地狱 谁落地狱呢 早课使用意是叫我们发心呢 我们要发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 一样的愿 晚阔是减点我们自己的心形 齐心动念 言语造主 改过自信